上个礼拜六我们讲到那个张三丰的拳筋 对不对 他第一句要求是一举动 周身就要清零 来一搭手 你做清零的 你不要攻我 手该起来的就起来 手该起来的就起来 手往我身上轻轻的沾 这又不是做那个什么松生五法 你可以这样打几招式 这个理论上就比较轻 而且你知道我的方位 放松拉下这一边 那这个就是比较轻比较零 零的话意思就是说各种方位你都可以应付了 但你之间又很轻 之间的力量很轻 那这些轻跟零 零就是各种变化方位你都应付了 对不对 而且周身哦 他勾你脚就起来了 握你手就 是这个跟这个 那是要靠贯串来的 什么叫贯串 这个串就是你两百多块骨头 平常都是互不通的 这边硬了 这边在动 可是这边还是硬的 那你要把他两百多块骨头都活起来 而且都有弹性 而且柔的又有弹性的 又活的 柔的有弹性的 两百多块骨头都要打通 像水里面水很有力量 所以游戏贯串你才能达到清零 第二个 尤其贯串是因为那个气 气像水一样在鼓荡嘛 就受到更内存了 你鼓荡你这个结块 像水中的两百多块冰块 是不是就是 扣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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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 这个贯串在鼓荡里面 那鼓荡怎么练出来的 是神医内练 就是尾椎到这边 这个脊椎骨二十四节 加上这个尾椎八个洞 对不对 加上头预整的这个灵 这个龙神龙 练成龙了 对不对 他这个神就好像神龙 见首不见尾了 来你跟我过来 这边一动 我是不是清零 那一定是有鼓荡的东西 对不对 柔柔荡荡的 他又没说 我又没限定说你怎么攻啊 都没有嘛 这就是 但神 我怎么知道他拉我啊 神医内练嘛 气以鼓荡 游戏贯串 走 那当我要打的时候 我就说走嘛 也不会伤人啦 就是 借你一拉 我知道了 你在拉我 我就 拍 就是自由嘛 去神开革庭自由 所以周生清零 第一几栋 周生清零 是由于 神医内练 要有这个 还要鼓荡 七鼓荡 还要贯串 对不对 这三个 来造成周生俱要清零的 但这里面你就不能有缺陷嘛 刚刚讲 无始有缺陷 来你弓过来 这样有没有缺陷 从这打嘛 对不对 这明明就是缺陷嘛 因为理论上 来你弓 我弓到外面去了 这是不是缺陷 那我弓不要有缺陷呢 有没有缺陷 你只要弓过来 你突然放手 不是 你突然放手 假如说好 你突然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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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放手 沾我这嘛 现在是跟着我走的 对不对 那你突然放手 沾过来 我变暗了 你知道吗 这暗你怎么会跳几步啊 我不说彭 彭又不是永远都是彭 你一脱手要按我 那我这个 就变这样了 所以我只是说 你看 那如果我只有 你有缺呢 那你就按过来 对不对 或者你脱手按 我总要保持这个姿势 那有用吗 没有 对不对 而是你一脱手 那你挡到这 我这又来了 我就告诉你了 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个 这个缺便按了 对不对 那你就挡到 我这个身体 超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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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